《烈大夫中医教室》 主持人 张怀烈中医师 好,来到这一节《烈大夫中医教室》 刚刚在录影时收到NOW TV的一个通知 有一个新闻就是联合国公布了 全世界的生育人口里面的出生率 最低的一个地方,大家知不知道在哪里呢? 中国! 如果是,当然可以了 减少地球癌细胞 但不是嘛,竟然是我们香港 香港是全世界最没有人肯生孩子 没有子肯生的一个地方 那就糟糕了 香港的出生人口就低到这样 政府有大条道理 不够人,杀落校 接着就是再放多些人来 就是腾笼换鸟 换一下换一下 我相信没有什么真真正正的香港人 我相信 那也合理 因为会生的就去了外国 不生的就留在香港 生了的都带去外国 是的,所以人口只会负增长 然后全部都是离开的 生的人就不会留在香港 因为对前景很灰 是的 就是你当一个地方 那些人不愿意生孩子 有几个原因 就像你这样说 可能会对前景很灰 别是战乱 找不到吃 生了出来 被那些人搞到变坏人 也是一个consideration 第一 大家去生个小孩来 其实你也是希望他开心快乐 健康地成长 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 贡献这个世界 是吧 那你看看香港 现在 就是你生一个小孩出来 一埋手 就要你回台湾区 又或者 你未生他之前 就要贯彻二十大 的开会的精神 去行房 去生孩子 接着 就要用习近平的思想主导 去拨起 然后就是交交 然后你做女人 就用习近平的思想主导 如何将生个小孩 然后融入这个国家的发展大局 你每天都听到这些什么融入 大湾区 习近平 思想主导 你 说真的 你几色 你听到这些东西多 你都 嘟嘟嘟嘟 即是 血都去到别的地方 还会想这些东西 第一 已经被你搞到无性趣 第二 有理智一点 一卖手要砌的时候 你想中出 你都不想 喂大哥 即是女朋友 或者你太太 立即跟你说这个问题 将来 你的小孩 要被蔡若年搞的 即是 要让他洗脑的 见到这些五星旗 要哭泣的 见到这些五星旗 要起劲的 对着觉得中国 这些垃圾国家 流民政权 要阿如奉承 觉得中国人很伟大 不会了解自己的不济 将所有的颠倒 是非颠倒 黑白子 六维码 即是在香港里面 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那我想 两个都是 不如我们 不要搞了 我们出去做个运动 降下路火 好过 是的 我们不如再跑过去 一彎仔 有个移民公司 看看他们有什么 可以帮我们移民 是吧 是吧 你想起 想起 习维尼 泡泡龙 是吧 跟着你日日听着 那些东西 跟着还要 如果大陆那帮 大妈 那些阿姐 下来 跟着找些阿叔 再生一个出来 跟着偷你今年 你想起 你都不会有任何胜罪 那还有你现在 你放些人下来 第一 你就放些老人下来 第二 你就放女人 多个什么 好了 然后跟着我们这些老人 就一个不小心 就跟他一起 泵大肚子 又要我们香港人 不买单 我们差不多 一对的男女 就已经 养各自的父母 你想一下 兄弟姐妹 又少了 再加上 你这些小伙子 来了之后 生了一只二只 然后跟着你 八十岁 收工 见炎罗王 他剩下那些孤儿狡妇 又为香港的新力军 就要继续 交述他养他们 哇 你行房 又要我找费 你跟着上去召忌 然后爆血管 又要我们找费 哇 跟着有些大陆的大妈 阿嬸 阿公 都下来 又要那些年轻人找费 想起都辛苦 我说一下 怎么这么辛苦 做到死 老虎蟹都走了 对不对 所以就像前一阵 中国大陆那样 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代 大家都明白的 如果你要被割韭菜 你照做人产的时间 那为什么你还要生下一代呢 所以我觉得 就是听到这个数字 嗯 那数值是0.8 香港的出生率是0.8 就是全球最低 我以为是乌克兰 但是如果你说真正战亂的时间 在那个时刻肯定是特别低的 但是想不到 就是香港我们都经历过战亂 但是现在就 反而是没有post war baby boom 因为通常正常情况下 是一个斗争 嗯 在一个战亂后面呢 其实会特别特别多人生 但是香港呢 已经是一个 就是我们说的是 一个很可悲的一个地方 嗯 其实现在大家都好像 看不到出路 所以大家呢 宁愿把出路放在其他地方 如果真的是 对于比如说 华人 传统世界 是要全宗接待的 是要生小朋友的 嗯 其实可能寧愿 他有条件的 可以去外地 如果没有办法的 他仍然留在香港的 他寧愿不生 所以我刚刚想 亦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是啊 那这个是 当然对特区政府 又大巴大巴刮了一下 就是 他当然就可能会说 哎呀 是啊 住得辛苦 房租很贵 住劏房 楼价又贵 就是 他只会把这件事 转嫁了去 另一些客观因素 但是真正的主因 是你这个政权的不滞 中国共产党 是一个杀子的政权 对年轻人 年轻人 完全没有关怀 爱惜之心 而你也看到 中国共产党 现在全面管治香港了 那你也看到他大陆里面的人 是怎样给他 割韭菜 当人亢 那我们没有理由 香港人 是吧 正那边的 要益理的 要么就不生 就躺平 要么要生 当然在海外生 就算生个黄口黄面 黑头发 欺颜 精黄皮肤 整口都是英文 这一世人都不懂 讲广东话 又如何 好啊 好过在你那里 让你洗脑 说你那些不淡的那些 匪语 就是 可以告诉你 是 香港人的另一类的 消极的抵抗方法 你猜他不知道吗 他们根本就是知道 但是他们的想法 他是有一种很 不挑衡的心态 那种挑衡的心态就是说 你香港啊 你走40万人 50万人 不要 不要紧要 我就在这个大湾区 我就放回 五六十万 六七十万人 下来咯 就是包括好像现在的医护那样 就是 哇 刚刚下了八十几个 又说懂英文 声称 又说中英文都流利 冤孽 又有中医咯 有几个中医 俗称专家的物体咯 其实 我们就是可以见得到 如果他是不停地洗牌 也可以看回我们之前 列大夫中医教室 我和岳鱼 也都已经否释过 全盘的一个局势 其实 在我们上一次拍 这个 我们讲的 将香港医疗 甚至全部专业系统洗牌 我记得上次我在奥斯顿 我那时候还在 伦敦的时间拍的 其实是几个月前 现在就直接实施了 也都应验了 其实 不单是中医 西医 医疗 其实全部行业 将来都会用同一个方法 但是你看得到 为什么他要大张旗鼓 找孙玉涵 然后找那些 不知道哪个CEO 医管局那些 周围抢人才 然后去英国那里请医生 然后他特意请不到 或者他根本没有能力请到 他明知是请不到 然后他就可以有大条道理 然后直接在大湾区 砰一些 俗清不同的专业人权 没错 打批其他的专业人材 譬如 哦 法律界的 那当然是大湾区下来 那他懂得大陆法 好了 会计的 在大陆请下来 他每一个套路 根本上是一个剧本来的 他完全安排了 是啊 那么现在这阵的所谓大陆大湾区医护 就会重点呢 就是照顾老人科 那么有趣的地方呢 就是他会 好像在我的节目里面 我的批计原来真的是真的 我没看到这个资料之前 我一看完之后 就会觉得 哈 你下来香港 你什么都不差色 又不懂英门 广东话你又不懂 你又不懂 那你又不明白 那系统是怎样弄 那当然要找人带你 现在呢 竟然是行这一个 妈必制 要找一个香港的护士 或者香港的医护人员 就帮着大陆下来的医生 或者这些医护 要照顾这些老人科的病人 那不是 教肯重叠 教肯重叠 教肯重叠的 因为你一个人 原本都做得 我又要看着你做 那我原本的功能 我又要做 即是变成额外 我要将一些work load 加在香港的医护人员里面 第一 他自己有病人要照顾 第二 又扔着你这些弹散 还要教你怎样去做 看着你做得对不对 没有在那里 你又work不到 那你想想 对香港本土的医护人员 更加加速他们觉得 喂 我又要做多些东西 人工你又不加 资源你又没有 医院每日都怕你倒倒壞 下 etощrom 去掉下护cre 再摔pty 哪里 那些资源又不够去 去免贴 即是感国关系 一些旧有的公安医院 各方面的chutz 不如云也砍一tur 又不再去海外 不当医护 就做其他自己 都可以给你们 这些伙伴 绝对是,我上次听你的Morning Glory,其实你说得很对的,有一件事就是,如果他是闲门必也好,他又要找一个香港专业的医护人员去看住,或者去教那个,现在80个而已 我还找到他们来的职业是先洩八个月,我训练完你之后,你又走,那不就是多余的呢? 我跟你说,没有人会走的,那80个只会越来越,好像会不停加拳,会加上去,他不会走的,但是他会说,去到最后,我现在预测,我做一个编剧, 他就会说,这80多个专业的医疗人员,来自大湾区,他们表现非常优越,所以我们会开展第二轮的一个专才计划,后面就会放400个,或者500个大湾区的医生和护士来,其实最恐怖就是,我最担心就是,如果有问题出现了,香港医护要背,但是有功劳的, 就是大湾区的医疗人员就会拿,那这个呢,也是可以absolutely杀行的,一定会发生的,但是他一定要包装这些批人是成功的,如果不是,他怎么可以更加帮四五百人,千多人,几千人,下来呢? 他这个根本是国策来的嘛,他这个根本是,在这个制度里面,他要奉行回这个政治体系里面要做的事, 反过来,去到后面了,其他外国的,真是在,譬如这个英国的王家医学院啊,爱丁堡啊,真是高级的一些西医的人才,他没办法拿到,所以他一定要粉饰厨昌,他一定要令到这80个,是全部都是极度优异啊, 呃,全部是拿了,拿了这个奖学金啊,然后呢,全部呢,都是可以帮到很多很多人,然后再要啊,太公民匪啊,还一定要报道啊,跟着呢,有很多的病人呢,是受惠,然后写了感谢信啊,那其实这个剧情呢,一定会按我刚刚讲的这个路线来走的啊, 虽不众都不愿意啦,肯定是这样,难道是自己认衰吗,是吧? 好啦,你遲些弄一些小巴司机,都是大陆人来的时候,就真的好笑啦,那你怎么掩饰呢?就是一个炒车啊,又或者有些什么的医疗事故的时候呢,那会找人顶包,或者做吃死包呢? 如果不是,就破坏了整个这个国策的啦,那大家就真的要看一下整件事是怎样去发生的,真是拭目以待啦,是吧? 即是拭在车上,即是拭在这些行人路,为什么走出来,但是和你撞车那样怎么开这么快,是不是?拭在这里 就是说以前的制度不行,制度为什么不行呢?肯定是因为黑暴的问题啦,即是什么都可以拭的嘛,这个世界 都拭都没得拭啦,有光线,有光线,有光线,见到你真是犯错,唉,大家都是中国人,我来的真是很辛苦来建设这个香港的,那大家包容一下啦, 饭菜是必然的,在磨合的时候里面,震痛难免啦,我也会说啦,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很明显,政府新闻稿都会这样出的 是啊,震痛难免啦,即是大家包容啦,不要歧视大陆人,第一机会就立即发霉,是不是? 就会是这样啦 是啊,因为你歧视,你就违反这个左傾世界,左交世界的一个价值观啦,是不是? 那就很奇怪啦,先不要说其他公众啦,即是你们大蜜博,你们这么多人才在中国,原来遍地都是 一个精英,个个都是一个骨骼精奇的奇葩,我又很奇怪啦,列大夫,即是你了解,就算在大陆里面 训练一些的医护啊,医生啊,这样的情况 照计,没有一个地方会这么弱智 医学院,和一些training,一些medical,要扔很多的心机,资源,知识,培训,实习,令到他们可以去医治人 我扔了这么多的资源啊,力水啊,去给一个的人去建,就是去帮,就是去帮,就是照顾一个地方里面的病人 特别是你中国这个银发族啊,人口老化的问题,不会比我们香港轻轻 那你把所有人都拿来香港,那你是不是大陆真的有千千万万,个个都会开药,个个都会急症,个个都会开手术呢? 我觉得你扔了这么多人来,你大陆里面的医生,就出现一个短缺啦 给我们所有的精英,那你大陆就没有精英啦 除非你够胆跟我说,你个个都是诺贝尔的,一个医学长的,一个得主,还是怎样的 否则,据我们的了解,大陆的都是牙牙牙的而已,和睦医生多 扔了下来,那你大陆的人就会受罪了,怎么计算啊? 其实你说真的啦,如果我就没办法评论西医方面人才啦 但是其实大陆的医疗人员是极度泛滥的,包括在我应该十年前的了解 其实中医的从业人员,无论是中医的护士,中医的医师呢 其实在大陆呢,在十年前的数据,说的是八十几万至接近一百万的中医从业人员 其实... 是啊,只是中医的... 那说真的,可能真的会比较好一点的 但是其实在大陆里面,真正整个教育系统呢,其实不是好 第二样东西就是,在医疗的训练上呢,我不说它好还是不好 我只是说它,为什么它可以免试下来呢? 这个就是跳跃了那个香港啊 就是你不是声称说一国两制嘛 那两个制度的嘛,那你考试和考核制度,你也都需要尊重回香港的嘛 但是现在这一刻,它就是首先,去抢人材 抢不到,跟着呢,就说,哎,非常时间 但是,现在呢,直接医疗短缺了,就直接免试,然后令到那一群的专业人员,然后直接下来,可以直接执业的 那其实这个呢,就是扭过了整个制度,而令到它大开中门的问题 它的训练如何的,下来就自有功论的 但是那个问题是,起码有个门栏嘛,你起码都要考牌嘛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仔,其实在中医界啦 中医界呢,其实很多的医师,都在大陆毕业的 大陆毕业不是问题,但是反过来,你下来,你要考牌的嘛 但是现在反过来,为什么你连牌都不考? 这个就是,最后的门栏你都不守住 所以香港在很多的专业,去到最后都会失手 所以整个的医疗制度,在专业的,得业的那个,那个,问责好 或者最后,出事还是不出事都好,原来全部都是定时挂帅 所以我们是很担心,在未来,医疗界,对于老人院啊,对于老人科啊 或者全部的一些,有需要的病患者呢,他得到康护的那个资格了 原来,可能去到最后,全部医生,就是你不用说国语了,你不用说普通话了 可能 不用懂英文了 不用懂英文了,他的专业资格 你对弱者没有了解 对了,完全没有了解 我和医毛都不是问题的 你说,你穿医生袋,你就下来 对了,就好像在英国,我们当初看到的一些,所谓中医师一样 他们当初的牌照,我现在可以直接说的 英国有很多很多大陆开的一些连锁式的诊所 他们里面的那些医生,所谓医生,全部卖药的 他当年是进去英国当地,然后批个牌 我自己个人觉得,可能孔子学院这样做法的 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中医师出现了 包括,我不知道西医,西医在英国或在外国可能难一点 但是如果香港这个巧合的门槛是已经直接消退了 其实在未来香港的医疗,无论中医,西医,物理治疗师,任何的专业 其实他都不是专业来的 因为那个门槛已经消失了 是,当然这些下来的,个个都希望下来香港 他下来香港,我很好地告诉你 如果你的薪金不是够高的,他也不太介意 最主要的关键就是他可以下来拿下这三个星的身份证 然后接着有任何原因,途径,他可以离开香港 因为他有这三个星的身份证,可以再去其他海外的地方居住 那么我其实也都,李大夫你都记得了,在我节目里面我都批评过 就算你叫这些所谓的专才,高才通过来 其实他只不过视这个viser,是一个的,呃,跳板 亦都是视香港为一个的跳板 那么你可以将来留下这些人有多少呢? 就是depending on你香港里面,对他们有多少的这个benefit 如果你在香港持续变差的这个市道啊,或者是政治的压力啊,各方面的东西 你猜他们拿了你这个三个星身份证七年之后 你猜他们走不走?老虎坏都走了 那你又不够人了,不够人又怎样?又去再找啊? 那又是重蹈覆车,research cycle,拿石头,就是搬石头上山,又推回自己的房子里去 是呀,绝对是呀 因为这个例子呢,其实我们已经曾经经历过的 我们香港人呢,记不记得当年呢,SIPA,或者我们讲这个自由行呢? 其实当年呢,大陆呢,开第一批自由行呢,有钱的哦 嗯,下来那一批呢,是消费的哦 是 其实,在自由行的初阶段,我当头两三年,是真是给得起钱,可以帮到经济的 但是后面放什么人下来呢?放些贵州人,放些农民,放些抗共 然后放些普通普罗大众的大陆那些,低端人口下来消费 去到最后,他是买平货,零团费 好了,那就是他整个自由行的策略呢? 其实就是,第一批,是放一些优质少少的下来 第二批,他就是放一些,尚美理论来的而已 因为他放第一批,他是高的,第二批就是低的 在医疗和专业,如果他是没有满满的情况下 他将来放下来的医生和医师,他都是一样的 这80个,我当他真是很厉害的,是不是? OK的 第二批,就弱点了,后面四五百个 第三批,那三四千个,全部都是,可能是大陆啊,内地里面那些,二甲啊,二月啊,三丙啊,那些医院,那些姑娘啊,那些医生啊,医师啊,可能被排擠的,可能他本身是一些很弱很差的,说真的,大陆 你说,十四亿人,我当,说真的,可能只有十亿人啊,十二亿人啊,那几百万,整千万的医疗人员,有多少个真的是精英啊? 我当你这一阵,80个真的是精英的,后面那些,就是好像自由行的,翻版一样的,他就放一些贵州的给你了 如果个个都是精英,你放了这么多的,那大陆的人又会怎样呢? 难道到他们受罪,被一些濫于充数的医护人员去照顾吗? 当然这个他们已经在受罪了,可以投诉,可以抗议吗? 所以就有这么多的这些案例,医死人啊,医死老爸啊,或者是医错证啊, 接着那些人回去尋仇,什么都不要说,拿两码赛刀回去见人就劈了,是吧? 就是这些案例不是没见过,是吧?就是这些情况,就是他们大陆的医疗的质素会是怎样呢? 为什么要搞到那些病人回来,拿赛刀去复却呢? 那大家都心知肚明怎样解释过这一个情况了 好了,利大夫,就是说了这么多这些抑郁事情,不开心的事情 那这些老人家,我也有很多网友,都是年纪上了一点的长辈 那那些长者,听到完之后,心都说了,不如在这一节的结尾呢,说一下有没有什么开心茶 那老人家,多喝点,精神爽利点,健脾胃,多胃口,食口常开,有没有这样的茶呢? 我不是叫你做些大麻给他吃啊,大哥 我说完,在开心之前呢,我也有一个很特别的新闻 因为刚刚我在昨天看到一个很过瘾的新闻 我现在说一次,我之后先传一张图给你 在广西呢,有一个男性啊,因为过胞皮 那个医生呢,割到一半要加价 跟着呢,那个医生呢,就被几个广西的男性的病人的朋友斩死了 所以呢,这一类呢,当然了 我之后再传一张图给你了 其实呢,这个大陆的医护的问题 其实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专科 包括这个男性的外科 包括各大一半会加价 所以我们其实非常担心 不单止是这一类人下来 他下来之后会改变了我们整个医疗的道德 还有你不敢告他 你到底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你会不会臭屎密感呢?搞不搞定呢? 变成他们有特权 还有我们也可以说 这群人为什么这么多医护下来 为什么其他电源是他们下来 那是什么呢? 中国国情No.1 101,关系 有人招 国家特选的 政府特批的 那你搞他,你是不是跟整个政府都对着过来 你是不是在破坏国策 我做错了一些东西,你扬出来 你将来在一个香港的医疗界 你不用指望上了 我打个电话 我的奸爹 马上就打个电话给你这个医管局 医管住 那你就死定了 是啊,政治挂帅 所以我很明白老人家真的很抑郁 快点做些开心茶来 有什么东西喝,他开心开坏些 那当然了 就是我们说呢 其实要疏肝解屈 就是在未来的情况下 如果真的 内地医护来到了 接着内地的医疗 我们叫做 就是割包皮那样东西 我不知道 但是对于老人家的康护 护理人员 姑娘 医生的水平 如果真的陆续下降 其实真正最抑郁的 就未必一定是老人家 其实是老人家的家人 但是老人家的家人都移民了 不知道是不是算数 唉,这个很惨 所以呢 如果各位子女 仍然留在香港 照顾各位的老人家 我第一个 一定是推介玫瑰花 玫瑰花茶本身 梳光解屈是非常强的 同一时间 可以加少少 如果老人家 是有一些血压的问题 可以加少少落神花 是 就是落神花 其实是一个 很降血压的一个药物 而且在我们 传统医行里面的体系里面 其实任何的花 都是梳光解屈的 所以呢 可以用这个落神花 加这个玫瑰花花茶 但是呢 因为这两味药 其实在中医的药性里面 有偏良的 所以我们需要加一些 薑和陈皮 所以呢 如果有些老人家 不开心的 落神花 用三朵就可以了 玫瑰花 用五朵 五个花粒 一粒 一粒那么大的 接着呢 加两片薑 接着呢 加半片陈皮 我问一个问题 我问一个问题 落神花和 玫瑰花 我就知道可以用 焗茶的形式来 去冲 那落神花 就要煲的哦 如果我没有记错 是不是 其实烤的效果 反而 虽然不是很大的 那 煲呢 因为它煲完之后呢 它降血压 降得太快 所以我反而担心 有些老人家 如果它血压低 反而不好 所以呢 但是你薑和陈皮 就真的要煲的哦 聂大夫 那怎么办呢 所以呢 很有趣的 其实很简单的 哦 煲薑水和陈皮 然后接着用水 去冲下去 是啊 就是用这个方法 然后呢 就冲完下去之后 你过一局 接着你就喝 所以我们说 三粒 落神花 五粒 玫瑰花 两片姜 一片陈皮 是啊 那就刚刚好 然后呢 每天老人家 喝一杯 养生 可以调血压 疏肝解屈 情绪开心 大陆医护来到 不用 哈哈哈哈哈哈 但愿如此 哈哈哈哈 我觉得是那些子女 要喝多一点 老人家可能病到呆了 都不知道 但是那些子女 看到老人家的情况 被他这样欺貌 现在真是谷得 心肝脾肺肺神都暖聋了 真是 真是很担心 所以年轻的人 子女 可能可以乘二倍 是啊 是啊 好啦 那 希望大家 就是 在这个逆境里面 都是要想起开心的东西 听下我们的节目 笑一下 就是 舒有怀 好像热大夫 喝那个玫瑰落神花茶 是吧 呃 我相信呢 当我世界到这么宗拜 到这么极致的时候呢 反弹的时间呢 就一定有 那希望在明天 是吧 黎明总会降临的 那 他们越到行逆施 是吧 越乱来 那个反弹力啊 和那个伤害的程度呢 不是他们可以预计得到 他们可以搞得到的 嗯 大家加油 加油了 好啦 今天今天就这么多了 下次就在英伦和阿易大夫再见面 好 英国再见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YK